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作品是哪一件 先指给我们看 蒸汽火车头黑化在小牛的头像 是因为我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像蒸汽火车一样勇往直前 生肖牛年牛的相关意象成为创作题材 新北市文化局和长期推动 台湾色彩教育的学学文创基金会合作 汇集板桥区五个学校 一共134位小学生的创意彩绘作品 公开在府中十五举办 天地府中感动牛方桥特展 推动牛年新美学 学生与参与式艺术走出学校观察家乡 用彩绘记录探索历程 寻找府中专有色彩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小感动牛作品 文化局期待文化色彩培养的美学力 推动新北市城市新美学再造 每个人的观点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转化在大家的一个创作里头也都不一样 透过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带领着孩子们探索文化 踏查采集对话沟通到发现色彩 引领着孩子们来认识自己的家乡 然后认同自己的文化 那将来有一天他们现在撒下的小小的种子 将来等它长大的时候 不管它是在哪一个行业里面 它都可以运用这个文化色彩 文化局强调天地府中感动牛方桥特展 包括了在地美食和25个府中专属色彩 主视觉的色彩设计使用了公口街三八油饭的黄色 临本园底关架楼冰裂文窗的蓝色等组合而成 这个是以我们临家花园的一个窗 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窗花所的一个色彩所运用的 那如果觉得说这个颜色不知道是不是 没关系欢迎大家到临家花园走一走 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颜色 另外特展邀请俄罗斯和英国艺术家以摄影和装置作品 看见府中巷弄新旧窗景色彩及方桥古城的在地文化特色 展览不只有小学生是创作者 同步展出七位艺术家的大感动牛彩绘作品 期许今年扭转乾坤的新意象 记者曾定家 吴志恒 板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